2007年7月 离异冲突爆发 在不断升级的战火中 黎巴嫩陷入了人道主义危机 7月16日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接到了紧急通知 要求迅速组建一支救援队时刻准备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救援任务一旦实施 我们所有执行任务的维和军人将直面飞机炮火轰炸 经过连离司令部以以色列的多次交涉 在第二天凌晨两点 我国维和工兵营接到了开始实施救援的通知 五分钟后 副营长唐尚平带领人道主义救援队出发了 与此同时 营长罗富强亲自作证作战指挥士指挥此次救援行动 此时此刻 离双风冲突正在逐步升级 前往救援的路上将会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谁都无法预料 而且以色列只给此次救援任务预留了一个小时的窗口时间 在一个小时内 以色列在任务范围内不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只要路上不出现其他意外 我国的维和军人一定会准时的出现在11公里外的TR 但行驶30分钟后 道路出现了一个大坑 车队被迫停止前行 经过勘察发现 这刚好是被航弹炸过的寒洞 直径达到了18米 水深也超过了5米 而预留窗口时间不到半小时了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好这个大水坑继续前行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让以色列延长安全窗口 一两个小时可能都不会达成协议 绕道而行 却要经过一个S型弯道 大型运输车辆根本无法通过 如此 继续前行以无希望 时间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以色列的飞机也开始出现在 五国维俄军队受阻地点上空 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即将回复 唐尚平副营长正好亲自下车指挥 前车便后车 车辆原地掉头返回营地 飞机轰鸣声越来越紧 附近的香蕉林和房子也传来航弹爆炸声 炸点越来越紧 有的甚至不到300米 但唐副营长却仍在有条不紊地指挥着车辆掉头 让其他的战士们倍感心安 当整个车队全部掉过头来 已经超过了规定时间10分钟 所有车辆不得不全力冲刺 但万幸的是 以色列可能知道 这是中国维俄部队的车队 并未直接对其进行轰炸 15分钟后 救援队也平安地回到领区 而救援车队经过的道路和村庄 则也遭到了更加猛烈的轰炸 爆炸声持续不断响彻运消 此后 离异冲突秩序升级 经过连离司令部以以色列 近一个多星期的多次协赏 唐上平副营长带着人道主义救援队 再次踏上征程 可战士们冒雨前见了四公里后发现 乙军正在对车队前方的村庄 进行猛烈的轰炸 车队被迫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 连离司令部下达指令 救援部队原地待命 所有战士在持续不断的炮火声中 守在车内交集等待 眼看着轰炸越来越紧 连离司令部的指令 却一直是车队原地待命 直到半个多小时后 连离司令部在匆忙通知 车队位置即将造的轰炸 救援部队立即撤回 救援任务再一次无功而返 中国军人的传统 只以完成任务为光咒 而现在 一个在平时看来并不复杂的救援任务 让战士们蛇声望死 两肚在战火中穿越 却无功而返 让救援部队的队员心情 极其郁闷与复杂 又经过一天的交涉 以色列终于给出了一个 较长弹圈窗口 我国维和工兵营立马出发 前往T2市 执行下达了多次的救援任务 进入市区后 车行到两旁废墟连着废墟 余烟未散已无生机 令人触目惊心 由于道路损坏严重 车队只能边走边修 挤进周车 直至第二天 再到达了救援地点 尽管战士们 在向T2开展途中 已经目睹了 现代战争造成的惨状 可亲眼看见救援现场后 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 三层楼的房子 被炸得只有一层楼高 三层楼板夹在一起 宛如一个三明治 其余的是一片废墟 惨不忍睹 瓦历堆里的相册 也在无言地述说着 这是一个十分温馨的家庭 豪华的轿车 怀抱孩子 享受阳光的男女主人 都被一枚炸弹 掩埋在了这片废墟里 而与此同时 轰炸时间超过了一个星期 加上高温天气 让这片废墟 弥漫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恶臭 即使战士们 戴着两层口罩 口罩上涂满的风油精 也于事无补 依旧让人喘不过气 十分想呕吐 就这样 战士们强忍着心理和生理的痛苦 展开了救援 若在平时 这样简单的挖掘完全不实时 但这次行动 对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 特别是挖掘出第一具尸体时 这具尸体是房子的女主人 她的有一只脚被撒飞掉 露出退步 红十字会救援人员将遗体抬走后 挖掘手撂尾 稍稍平静心情后 又小心翼翼地开始了挖掘 整个挖掘过程中 为了尊重穆斯林风俗 保持死者一种 撂尾都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挖刀 加上空气中始终弥漫的腐蚀味 几乎常能崩溃 但她都默默沿了下来 十几分钟后 第二具遇难者的遗体被挖了出来 但此后的救援挖掘进展却十分不顺 根据连离司令部提供的情况 废墟中有六位遇难者 但现在只找到了两位遇难者的遗体 由于不知道遇难者在什么位置 也不知道房屋结构图 更不敢乱挖 于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依然一无所获 于是战士们取下口罩 一个个跑到了楼板缝隙中文 那里味道很重 就从那里展开就远 很快就发现了第三具遇难者尸体 遗体告诉人们 它就是照片中 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还未长大 就永远地倒在了这片废墟里 小女孩的尸体 被铺凝土板块 钢筋和木料压得很紧 战士们不得不人工手动一点点破碎 然后将碎片一点点清理出去 防止小女孩的手脚被诊断 随后 另外几位遇难者遗体也相继被找到 我国维和工兵营 也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救援任务 在整个离异冲突期间 中国维和工兵营的战士们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了 人道主义救援现场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了 黎巴嫩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把中国维和军人 对和平的期盼 把中国维和军人的人道情怀 真真切切地告诉了世界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世界早日和平 希望我们的维和军人早日平安回家 喜欢请传点赞 我们下期见